领基础 学IT 月薪过万 就来黑马程序员 黑马程序员 成就IT黑马 今天是我们本阶段技术办课程的最后一天 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小型项目 就是说来去实现一个项目的上线实战 其实今天我们做的工作是该谁做的呢 网站运维 网站运维该去做的这个事 要负责一个项目的上线 那么也是所有运维广位里面最基础的一个操作 要负责一个项目去上线 那么第一个部分呢 我们打算先去扩展一下 关于这个编译安装与卸载 这地方呢 以这个NJX为例 那么NJX呢 先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不去说太多 NJX的话 它呢 是一款比较流行的 流行的一个Web服务器的一个软件 其实呢 类似于谁呢 类似于阿发奇 类似于阿发奇 那它目前的话 它的一个使用量是怎么样的 它目前使用量怎么样呢 这边我们可以去一个统计网站上去看一下 看一下目前这个NJX 到底怎么样 不要纠结这个是英文网站 这个没办法 好多东西机构就是英文的 MOST RELIABLE HOSTING COMPANY SITE IN MARCH 2018 也就是三月份的这个统计 三月份的统计 统计的这些信息 包括操作系统的一个统计 往下翻 找一下 哎呀 就它 Web server developers 然后呢 market share of all sites 就是目前这个web开发呀 然后呢 市场占有率 阿发奇 注意啊 看这个时间节点 这是到2018年的二月份 下降了 阿发奇其实有点下降 然后呢 之前阿发奇是不是独占呢 基本上就已经达到60%多了 之前其他的加起来很少 阿发奇很高 因为阿发奇呢 它本身呢就是 以前是很好的一款这个软件 但是呢 它的进步范围呢是比较小的了 因为本身就已经很好了 它能进步的空间就比较少了 但是后面这些不一样啊 后面这些呢 它就属于那种新企的这些软件 然后这个微软的 微软的 微软现在反而超过已经阿发奇了 为什么微软会走得这么厉害呢 微软最快的话 最近这里节点的这个服务器呢 发展还是挺不错的啊 但是微软毕竟是有一些局限性 比如说这个跨平台 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啊 所以导致我们国内的话 一些大的公司的话 都不喜欢去使用这个微软的这个服务器 跨平台效果不行 然后除了Miprosoft啊 还有这个NJX啊 绿色的线 绿色的线 在这儿 在这儿啊 和阿发奇差不多 阿发奇差不多 所以现在的话 在国内 用这个NJX呢 还是比较多的 用NJX还是比较多的 那么NJX是俄罗斯一个网站 去开发的这个NJX 它的量级属于轻量级的 多轻 咱们看一下 我电脑上安装的这个Windows版的 它这个目录啊 大家可以 应该是就可以了解了啊 找一下 有Windows版啊 因为它可以跨平台 找一下 搁哪去了 Selver Selver Cos 找一下吧 在这儿 调整大小更多 打开文件所在位置 跑这儿来了 Selver Selver 这是会计方式啊 再打开所在位置 找到了啊 那么阿发奇在这儿 我们看阿发奇多大 30兆 再看NJX不大 NJ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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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儿 在这儿啊 买Selver下面 只有两兆 连三兆都不到 十分之一都不到 它在里面东西也很少 就这一个主程序 而且两兆 它占了2.57兆 其他的这些文件 都是一些配置文件 或者说一些目录日志文件 很小很小的一个 服务器软件 所以现在这个软件呢 是用的是比较多的 一般呢 在做这个大的集群架构的时候呢 NJX 必须得放在最前面 因为它呢 最好用啊 所以这块的话 先了解一下这个NJX NJX这个软件还是不错的 属于轻量级的一个 外包服务器软件 很小很小 类似于阿发奇 这张图的话啊 觉得还可以啊 咱把它留着 目前呢 各个这个 服务器软件的一个占比情况 类似于阿发奇 那现在的话 我们要装这个软件啊 那么装这个软件 之后呢 我们先来这么着 先呢 你得有这个软件包 是不是啊 你要是没有这个软件包 你怎么去装啊 那么第一个操作 如果要装的话 那么先去 先去下载 下载这个NJX 第一个步骤 下载NJX 那么下载NJX呢 你得去NJX官网去找啊 我们打开百度 然后呢 搜NJX 这个就是NJX官网 官网叫NJX.org 一看到ORG 它应该是一个 非盈利性的组织 不赚钱的啊 打开 然后这个网站的话 比较简单 一般呢 搞软件开发的这些官网 都是比较简单的一些网站 没有什么丰富的一些图片啊 所以呢 很轻而易见 你想找什么就能找到 NJX News 版本 NJX呢 这个公司 它不仅仅只做这一个NJX产品 还有这个其他的啊 NJX NJX呢 也是一个server版本 但是这个server版本呢 它是NJX更加简化的一个版本 那目前呢 在国内市场呢 用的并不是很多啊 所以这个NJX就不用管它了 而且看这个版本号 你发现0.2.0 太小了 咱找NJX啊 NJX呢 在这个地方 4月3号 4月3号也就是四天前 刚发布了一个新版本 叫NJX1.13.11 啊 这个版本 那这个版本 我们可以点开它啊 这个链接 那在这个链接里面呢 找到下载了啊 下载的时候 注意不要下错了啊 它提供很多平台的下载版本 啊 这个呢 什么呢 Windows的啊 这是Windows的 所以不要下错了 然后呢 这个呢 什么呢 注意看左下角 浏览器的左下角 TAR.DZ 那说明是Ninux的是吧 我们想要的不就是这个格式吗 行 不要着急下载 不要着急下载 你要是白在以前的话 我们可能说点一下下载 然后呢 本地我们通过方式来给它传过去 是吧 现在我觉得这种方式太low了 太low了 怎么办 哎 我们直接在服务器上下载 这样的话 我是不是就审了 传输了呀 啊 审事了啊 所以接下来咱们看看 怎么去直接在服务器下载啊 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 那么这边呢 先找到这个 哎 下载的一个地址啊 这个呢 是它的官方网站 然后的话 这次呢 我们呢 使用 哎 在服务器 端 下载的方式 来进行下载 也就是说 此处呢 我们不使用 哎 FileZilla了啊 不使用FileZilla了啊 怎么去用呢 这个命令 叫 WGET WGET WGET呢 是一个模拟请求的一个软件 这个软件的话 在服务器安装 初始的过程中呢 大部分的这个服务器 都会默认给你装上 这个WGET 啊 语法怎么用 WGET 空格 地址 就可以了 W 空格 地址 就可以了啊 这个呢 是执行的一个语法格式 那么例如 我们当前 需要下载 NGX 到哪呢 到这个 USR 我们昨天那个目录叫USR Local 下面的 SRC 下载里面去 将 那这块的话 我们需要先去切换下路径啊 先切换过去 Local SRC 切换过去 PWD 打印下车路径没有问题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不要点了 我们右键 复制 链接地址 复制链接地址 那么接下来要直接的这个命令 我们只需要执行 WGET 然后 三过来 WGET啊 至于你怎么记 那个无所谓了 GET很好记 GET表示获取W W 这就是W什么意思 这么不好做的啊 嗯 行 然后呢 来试一下啊 WGET 那如果说 你的本机有没有装WGET 你不知道 一个方式 你可以通过RPM 进去查询 另外一个就是 你不管它安装 你先执行一下这个命令 如果它报错了 那就说明你没装 执行 诶 下完了 诶 就这么简单啊 那么下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LS看一下 有了吧 诶 行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步骤 我们只要会一个命令 是不是就省去了一个 下载到本地 再上传到服务器的 这么个过程了 简单吧 诶 这个命令还比较方便 叫WGET 直接去在WGET后面呢 加上地址就可以了 然后呢 它会默认给我们保存到 当前路径下 所以我们刚才要把当前路径 给它切换下来 它默认会保存到当前路径下 先下好之后就OK了 这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直接执行 当然快了 是吧 很小啊 那这块的话 由于这么执行的时候呢 我们在执行操作过程中呢 它有这么个操作 叫解析主机 所以你要想使用WGET啊 那你还是必须得连网啊 你若没网的话 WGET肯定也不好使 必须得有网啊 因为从网上开始下下来了嘛 装好下好之后呢 那么接下来就可以去进行安装了啊 接下来就可以安装了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下好的这个包 叫NX.1.13.11.T2.GZ 这是一个新命令 叫WGET这个工具啊 这是比较好用的 第二个 现在呢 我们有包了 有包之后的话 那需要去编译它 那么得去解压 解压 解压 NX安装包 解压这个包 那么解压这个包呢 这个是GZ 所以TR 杠什么 ZXVF 哎 行 解压 解压好了啊 解压好了 因为它小嘛 解压当然快了 哎 把这个命令给它拿过来 那解压阿帕奇的话 它时间可能长一点 但是呢 解压NX NX由于它小啊 所以呢 还是很快的 解压它 解压好之后 第三个 这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去 进入NX解压目录了 解压目录 好 那进去 清掉 CD 然后 当前录音下的 NX 那现在呢 就得按照我们之前 所讲的 那三个步骤来了啊 这里面是不是有个 Configure UIE啊 还是绿色的啊 行 执行 接下来 这个步骤就可以 开始进行一个 配置 编译 安装操作 行 那么先来给它加一个选项 叫 CO Configure UIE -PIE FIX 我指定一下 安装路径 USR Local 然后 NGX NGX 我指定安装到这 然后呢 按回车 按回车 走 完了 报错了 刚才在复习的时候 跟大家说过 我说编译的时候 如果有警告 没事 但是 这个不是警告 这个是错误啊 Error是错误 他说我们这个 NGX啊 在装的时候呢 需要有这个叫 HTTP Rewrite模块 那这个模块呢 是需要什么呢 需要这个PCIe库的 但是现在没有PCIe库 然后后面让我们 怎么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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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你不想要装 这个重写模块 那你可以通过 Without HTTP Rewrite 来跳过这个 报错 或者说 如果你已经装了 你可以通过 WithPCIe 来进行指定 那这个步骤 咱少不了了 那现在呢 在报错了 安装PCIe的时候 报错了 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把它解决一下 PCIe呢 作为一个重写模块呢 经常在做网站的时候 还是需要用到的 当然NGX这块呢 可能稍微少一点 对于阿发西来说 重写模块 肯定是需要要的 NGX的话 由于NGX处理 这个ITMO页面的效率 要高一点 所以NGX的话 一般呢 只是用来处理这个 ITMO静态页的 所以呢 它不需要重写 但是呢 阿发西不一样 所以这一步我不跳过 还是你装 只是让大家知道 这东西呢 怎么去装 并不是说 只是为了装NGX 我们这个PCIe呢 也装一下吧 也比较简单 在 配置 时候呢 报这个错 报错什么 报错是没有PCIe 没有PCIe酷 这是这个时候 报这个错 那PCIe这个酷呢 我不建议大家 自己去通过编译了 不建议大家自己编译了 因为PCIe这个酷 你发现编译的时候呢 它也没有任何选项 所以这地方呢 PCIe就不用自己编了 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直接YAM 直接YAM就行了 直接YAM 安装PCIe 但是安装的时候 注意 安装的不是 直接搜PCIe啊 我们要安装什么 安装PCIe -DVL 安装这个 PCIe啊 DVL呢 是指开发版本 开发版本和普通版本 在不同的软件里面 它有不同的差异 所以这地方缺的时候 你一定要装到这个 你直接装PCIe 没有用 这个问题依然解决不了 啊 我们需要装这个DVL 安装它 那么安装它的指令呢 这地方就是YAM Install PCIe 然后DVL DVL 就是Devipment 开发 Install PCIe 然后呢 DVL 走 可以了啊 现在的话 我们只要输入这个Y 来进行确认一下 它和那个MyServor 和MyServor Servor一样的 你如果直接装它 它不会装它 但是你如果装它 它会自带它 那么输入个Y 对 因为它本身呢 即使如果说我们通过 圆码编译的方式的话 它也不需要什么配置 那么现在呢 它会给我们默认装到 指定的系统目录下 然后我们再回头执行 刚才这个爆出这个面量 那现在我是不是已经 把PCIe装好了呀 装好之后 我们后面加上个选项 VizPCIe 路径不需要提点 不要加路径 因为你也不知道 它装哪了 它系统默认装的 我们也不加 让NJX自己去系统里面找 看它能不能找到 走 它是不是不报 那个PCIe错了呀 它报了另外一个错了 说这个GZIPA GZIPA找不到 又缺什么呢 缺这个Zlib 是吧 那行 那再给它一个Zlib 它要什么 我们就给它们什么 Zlib 缺个Zlib 然后呢 会报错 缺少Zlib 还用YAM 因为Zlib安装的时候 也不需要指定任何选项 所以直接像这种不需要直接任何选项的这种 直接YAM还方便的 缺少Zlib库 然后呢 也是直接呢 使用YAM安装Zlib库 依旧是一样的 也是需要安装 也是需要安装DVL InStop Zlib DVL YAM InStop 然后Zlib DVL 走 就这样啊 这个不要找错了啊 是这个名字 然后输入Y 确认 好了 那么这个问题呢 也就解决了 接下来 最后呢 再去执行 那么在上面呢 再加上一个叫 Wiz Zlib吧 也是不需要去指定中心了 那这个呢 应该就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编译的命令 走 看一下啊 报了一个错啊 做这个invalued option 找不找是吧 找不找 那行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给它加个路径吧 好在是我们知道 生产OS默认会把这个裤装哪 他会默认把这个裤装在 USRlib下面 USRlib下面 我们把这个路径给它加一下 可以了 可以了 你看这地方 Using System BCIE System系统自带的嘛 Using Zlib 在这下面是不是找到了呀 那行 那这个路径最终的这个 最终的编译命令出来了 最终的 这个叫 NJX 配置命令 就得出来了 如果你在配置过程中 看不到错了 那么你这个命令 应该就可以认为是一个 最终的这个命令 Config UI 到这个地方结束 行 好了 那么这个步骤就结束了 那么配置 配置好了之后呢 接下来就要Mac和Mac install了 这个 行 上面这个是吧 嗯 有几个需要注意的 这地方 还有同学说 还有OpenSSL OpenSSL 它有指定 让我们指定吗 它没让我们指定啊 所以这个东西呢 你暂时可要可不要 你要是以后想要的话 到时候你可以再加上一个 Viz的OpenSSL 也可以 行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去执行后面操作 然后呢就是按照要求 应该就是Mac了 嗯 这边接下来呢是 这是第一个步骤啊 先去配置 先去配置 然后第二个就是 开始安装 Mac M-A-K-E Mac 那麦克好了之后的话 这个还是比较快的啊 看看啊 报了一个错 说这个entering 进入目录 Lib Lib 然后Lib 报错 报这个错 N-X CC CC 我看一下有没有这个目录啊 USR 有6个目录啊 有Lib 目录 CC等于CC CC 不用不用 List 的 In Start啊 先看看有没有装这个 In Start GIP CC G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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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都装好了啊 那这个地方应该就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GCC的问题了 这是 Clean 看一下有没有这个N-X 怎么路 USR Local 没有N-X 怎么路啊 说明还没有开始装 说明还没有开始装 P-C-R-E 没写错啊 Viz Z Lib 也没写错 USR Lib 再配一下 这地方没报错 我们配置没有错 配置是没有错的 对啊 他这个配置只是告诉我们说最后呢把这些东西放什么地方去了啊 这地方是没有错的 他如果有错的话就不会显示这个总体配置 没东西啊 这是配置 配置是不会产生任何的安装目录的 没有 不会产生的啊 意思就是以后呢这些文件呢会放到这个地方来 他并没有开燃装 只有呢你经过MacAndMacInStone那个地方的时候呢 他才会装 Lib Z 那么这边呢 需要做一个问题啊 刚才在装的过程中呢 出了一些这个错 那这个错怎么去解决呢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 除了需要通过YAM去安装这个Zlib 除了这个操作之外 还需要干嘛呢 还需要自己去下载 一个Zlib的一个原码 然后呢解压出来 然后解压出来 解压出来之后的话 那我们需要去在这里边呢 去指定一下 我先退出来 解压出来 也就是它 把它解压出来 在这个目录下 下载好 解压出来 解压出来之后呢 最终的这个命令 这个路径并不是指的是 我们的系统通过YAM安装的那个路径 而是USR Local 也就是我们解压的那个目录包 SRC 下面的那个 就是它 应该指向它 指向Zlib的原码包 指向原码包之后呢 然后才能进行 刚才的那个MAC 那么刚才是不是已经MAC过了呀 现在就最后一个 MAC InStore 走 完成了 到这一步 才能说全部执行完成 最后呢 安装 安装的命令 MAC InStore 然后上面这个呢 开始MAC的地方 找一下这个图 到这儿啊 这地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啊 就是说 这个报错界面 很不友好 你根本想去找这个错 你会发现无从下手 不知道哪错了 它不告诉你缺什么东西 你只能根据它自己这地方呢 给的一些关键词去猜它的错误 这个就比较尴尬了啊 它不会像什么缺上什么主件 很明显的告诉你 怎么去猜呢 猜这地方 我是这么猜的啊 看这里面呢 你看 LibZ LibZ 你把Z放前面去了 应该就跟就是Zlib相关的东西 然后的话 去网上搜了一下相关的资料啊 这地方也跟你说 Zlib吧 那行 那么去下个Zlib吧 然后呢 一直盯一下 就搞定了啊 所以很多东西 在报错的时候 特别是编译报错的时候 一个是凭自己猜 还有一个还是去百度 然后结合一下 去多去试试 这样就成功了啊 那现在我们的NJX装好了 这样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这个目录 是不是有了 有了吧 有了啊 先有了的话 那到这一步的话 你的NJX才算正式装完了 安装好的 这个目录 安装好了之后呢 然后接下来 我们就可以尝试去启动一下了 但是启动的时候需要注意 我们NJX默认会站着80端口 NJX也会站80 但是我们阿帕奇 我说看看啊 192 168 阿帕奇是不是开着的呀 那么开着的话 你直接运行 肯定起不来 不信咱可以试一下 路径 USR Local NJX SB里面的 NJX 运行 他就告诉我什么 说这个NJX Emoji Find To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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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Field 他说他想监听这个端口啊 失败了 为什么呢 Already Inuse 地址已经被使用了 谁用的 阿帕奇用的 所以我们先要干嘛 先要把这个阿帕奇给它 关掉 关掉 好 阿帕奇关掉之后呢 我们再执行这个命令 NJX SB下的NJX 就是NJX的一个启动命令 因为路径长 这是远马编译的 它不带那种快捷方式 所以像什么Service NJX 这种不用想了 没有这个命令 你要自己写脚本 然后刷新一下 那这个不刷新 把咱留着 给你开一个 Welcome to NJX 这个就是NJX的一个 墨人页 如果您看到这个页 Server is successfully installed and working 说如果你成功看到这个页面 那说明我们的 NJX服务呢 已经安装好了 并且正在工作 For the configuration 也是快要的 进一步的配置 需要去操作 然后Thank you for using NJX 行 这两个界面是不一样的 操作的一个大 最终看到它就行了 然后这边是运行 运行的话 我们需要去停止 第四个 运行NJX 现在呢 停止 APA CHE 然后再去运行 NJX 可以换单口 换单口 现在不是咱们要讲的东西 咱先安装就行 启动的命令 USR Local 下面的 NJX 这个路径是我们自己指定的 然后后面找SBing SBing NJX 这个是呢 从 这个是启动的命令 启动命令 他没有这个命令 他没有这个选项 你加反而会报错 那如果说有东西 我想重新怎么办呢 Restart吗 人家会告诉你 Invalid option Restart 怎么停它 这个问题就问得很好了 所以我们得讲另外一个命令 你不用杀它 一般呢 我们就开了它不动了 你想停掉的话 很简单 USR Local 下面的 NJX SBing NJX 杠S Row 重载 这个呢 叫重载 重载谁呢 重载 配置文件 我们一般什么时候重启NJX 一般什么时候重启NJX 就是说 主要是你更改了NJX配置文件之后 它才需要重启 那么重启呢 可以用这个命令替代 叫杠S Row 就表示重新加载配置文件 那重新加载配置文件 就和重启的效果是一样的 这是重载 这个命令 关 关你就kill吧 只能kill了 因为它没有像 阿发奇这种快捷的命令 除非就是说你的NJX 你用RPM装的 或者YAM装的 它才能有这个功能 如果你原码编译 它就是这样 包括我们阿发奇 如果你原码编译的话 也会是这样 只能是阿发奇 是叫APICHE 阿发奇CTL 然后start 然后stop和restart 只能这么写 你不能说用Service FGB restart 不可以这么写了 这个是原码编译的一个缺点 你要自己写脚本 这个脚本 目前来说咱还写不了 那最后一个呢 第五个呢 就作为一个了解就行了 也就是怎么去卸载 卸载编译安装的软件 直接就 RM-RF 对 -RF 然后USR 你的安装目录 软件的安装目录 但是需要做一个问题啊 你要卸载一个编译安装的软件的时候 必须先停止 就好比说你明明那这个目录里面 你打开了一个文件在这 你打开了一个Word 结果你想把Word所在目录给删了 它绝对删不了的 因为你Word是正在工作 把这个程序已经占了啊 所以你要必须先把这个服务停止 然后呢 你才能去删除 那这个作为一个了解就可以了 所以在整个过程中呢 如果发现你编错了 没关系啊 散了再来 如果在过程中出错了 可以散了再来 都没关系了啊 这个呢 不影响你的其他软件 它是相对独立的 对 配置完了也不会产生目录啊 是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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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